大家好,我是雅飛雄老師 今天跟大家分享如何去畫一個符 最近我編了一套,編了一個教材,就是天師斧的一個斧 裡面是有一個 有天師斧常用的一些斧 還有一些元帥 大家最有名的天師斧的元帥 那其中裡面還有一個五雷斧,五雷斧也是非常有名的 那為什麼要編這個呢? 這個呢,所謂的這個符 他其實就是一個能量 尤其一個符,一個符裡面他不是一個外形而已 符裡面都會有膽,會有福膽 還有這個符,他所對應的元帥是誰 為什麼要畫這個呢? 這些都是屬於正能量的事情 正能量的事情 這個我曾經做過實驗 當我們去畫這個符的時候,這個神就過來了 你如果給他供了水果,供了水 或者是供了這個,有的會供酒 那你供完了之後,這些食物他是帶有正能量的 你只要拿著 你身上的能量就會增加 這個是我做過很多次 只要你供的是正神 你的能量都會增加的 所以 我整理了這一份 這一份 這個東西 這一份就是教大家如何去請到正神 然後你可以把 你的能量提升 盡量請這個正神 裡面呢,是你在 很多人在學法 學符 學畫符 學畫這個法 第一步 有很多人不知道說該怎麼做 那我就先編了這個東西 你第一步呢,你可以先學習如何去畫符 因為正義派就是以符入為文明 然後 你在學這一道的時候,我會順便再播給你 相應的兵馬 因為當你有了兵馬之後 你在請神,你在招將 請來了之後,不是只有孤零零的一個神 你請來了之後 每一個神 每一個神將,旁邊都還有兵馬 他是一個團隊 所以你今天如果遇到奇奇怪怪的事情 為什麼你畫符會有用 符畫下去了之後,你就會把兵馬 我兵馬排列好 上面的神會下來 你拿在手上,他就是一個正能量 我自己是讀科學的 我一定要驗證過 這個我試過很多次 當你畫好一個 真正有 神明定住的一個符之後 你拿在手上 你的身體 是會微微向前傾了 你身體能量是增加的 那換句話說,就是你就 身上你如果有負能量 有一些無形的一些鬼啊 鬼碎那些 待不住他就會走 他離開之後你身體就會好 晚上就會睡得著 所以像 有些朋友他晚上睡不著 那就是 當你在睡覺的時候 你精神是比較衰弱的 旁邊有鬼的話就容易影響你 那我們畫一張符 這個符上有能量 是有神將 有兵馬 保護你 所以在 這個場域裡面 你就不容易 受到一些干擾了 所以這樣就會影響到 你的人際關係會變好啊 你出外會更順利啊 做事就會有貴人幫忙 財運就會越來越好 在裡面也有造公民 有造公民的這個符 所以你 學會畫這個 造公民情啊 有志情 他就可以幫到你 所以 有很多朋友問 老師那怎麼 想要修行 先從哪一部分開始 但是我建議你就可以先從請神開始 你能夠請到神 請到 神來幫你做事情 請神來 付捉你 那你在 這是一個 修行的第一步 第一 你要做修行 你想要走修行 這一步 一定要先保護好自己 一定要先保護好自己 這個是我的親身經歷 因為我看過太多的人 在修行的時候 沒有想太多 他就想要去做很多事情 但是沒有 沒有想起來要保護自己 所以做了幾年之後呢 他很多事情就越來越奇怪 遇到很多事情 所以呢 第一個 我們在做修行的路 你一定要走的是正路 第二個你要請的是正神 這樣子你才能夠做得長長久久 所以 我今天跟大家介紹 最近寫的這本書 你可以先從畫幅開始 然後撥給你相應的兵馬 你會請相應的神將過來 保護你 然後你就會讓事情過得越來越順 然後 也可以幫助一些人 這就是我們 學習道法 學習修行 走這裡 在路上的一個途中 好 那謝謝大家 有興趣的都可以再聯絡